接下來我們三重奏就要用音樂 為各位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裡面的每一個主角 它都有它的主題曲 我們先來猜猜看 我接下來演奏的這一段旋律 是哪一位主角了嗎 知道請大聲說出來哦 答對了很好 那我們再來聽聽看 下面這一段旋律 是在講哪一種嘴巴扁扁 走起路來屁股會搖來搖去 而且會游泳 好啦剛剛大家已經都說出來了啊 鴨子 那我們再聽聽看 這個偷偷摸摸走起路來 沒有聲音的動物又是誰呢 鴨子 演奏 選 Ing 名言 名言 是長毛的還是短毛的 registrar 那我們接下來再繼續猜好不好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低音的樂器 它所演奏的旋律 是代表哪一位主角呢 這一位是走起路來一百一百拿著拐杖的爺爺 我們來聽聽看接下來是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答對了 這個就是大野狼 大野狼最怕的是什麼 我們來聽聽看好不好 這個就是大野狼害怕的獵人的槍聲 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主角都說出來了 這個好像漏掉一位最重要的彼得 現在就讓我們用音樂為各位講彼得與蘭的歌 現在就讓我們用音樂為各位講彼得與蘭的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一天的早上 彼得開了門跑出去 到附近的綠色大草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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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好安静啊 好安静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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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一头钻到水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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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